什么课让银法朋友听得这么认真 答案是宠物课 毛小孩外出散步时常会暴冲吗 其实有法子克服 狗狗及猫咪常见的疾病 及照顾上容易遇到的状况 透过仁爱乐林中心开设的 宠爱毛小孩幸福生活区的课程 解答了许多民众的疑惑 之前我不知道听谁说 他说狗要等臭才要洗澡 但是老师说应该是一周或两周 甚至一个礼拜洗三次都没有关系 最重要是亲耳道 我们都是用棉花棒在挖挖挖 其实老师说用灌洗的方式 比较不会伤到耳道 希望可以跟老师多学学 那也很感谢他们像那个什么美容 然后还有他们什么 我觉得好多一些疾病什么的 当初可能都没想到 更没有想到说 他们如果说要离开的时候 我要注意的一些怎么照顾他 所以我还是真的很感谢这堂课 这堂课来讲是针对现在目前的长辈 他们觉得带来的毛小孩 跟他们生活会产生很多的快乐 然后也会很有成就感 因为现在孩子大部分都不在家 他们都是独居 那我发现养猫跟狗的是最大宗 所以我们这次办的课程 是以这两种宠物为主 那我们邀请到有兽医师 美容师 还有一个行为训练的老师来上课 所以他们觉得这次收获蛮多的 那也重新呢 帮他们洗涤一下 就是以前饲养的一个方式 所以他们也是学得蛮开心的 宠物饲养的普及率越来越高 顺应生活形态的改变 将毛孩照顾得好又健康 成了热搜话题 也是面对生命教育最好的议题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